欢迎收看台系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张宁 讯感想要带您关心到 台中市无日需学田路 因为网路上的一支影片而爆红 这个路段是相当的狭窄 宽度只够让一台轿车通过 所以常常发生车祸意外 28号下午一辆吊车 就倒在路旁的香蕉园里头 吸引很多民众上前围观 30吨吊车整台倾斜倒在香蕉园里 好几名员工围在车旁不知所措 因为吊车太重 根本翻不了声 然后那个很大声的声音 然后就直接往下翻了 然后我出来看的时候 就是这个情形 是满杀眼的啦 翻车意外翻在28号下午一点多 台中市无日需学田路 吊车翻覆香蕉园 让附近民众看傻了眼 因为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 发生翻车意外 这个要我开我真的不敢开啊 乘客搭乘进车穿梭田间小路 话才说完没想到下一秒 卡的一声扫黄直接掉进稻田里 原本拿着手机录影的乘客 整个人下的哀嚎 三年前阿伯出事了翻车地点 也是这里 没有啊 太快了啊 不是要太近了 学田路周围大多都是农田工厂 事故地点最窄处路宽不到三公尺 不熟悉路况加上夜晚天色昏暗 翻车事故平缠 这回吊车翻覆信号只是压毁香蕉 无人受伤 介绍不送到 这回吊车翻车地点最后 这回吊车翻车地点最后